刚才是海江书记 用PPT的数字做了一个汇报 巧的是 我手上也有一个PPT 放一下 好 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 是咱们当地傅春新区 一个工地的照片 工地已经停工了 马上就要成为烂尾了 这个开发商叫鸿生集团 应该就是中平市 当地的一个开发商 对吧 这个是鸿生总部大楼门口 门前打着横幅围着的人 是讨债的工营商服务商 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老百姓 也就是他们的客户 大家再注意看这一张 这是我进入中平市 在半路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给拍下来 有一个老年人 投核自尽 现场的群众反映 他就是买了 鸿生集团的工运房 因为工运成了烂尾楼 施工进行不下去 他既住不上自己的房子 又拿不回来自己的购房款 所以这个老年人万念俱灰 投核自尽了 当然 这个案件的确切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查清 同志们 所有的数据都不是百分之一百吧 那么这个老年人 是你那个报表当中 百分之零点一 那么这零点一 我想可能要大过你那 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九十 如果这个老年人 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我想问大家一句 你们还能坐在这 踏踏实实地开会吗 雪莲莲的教训 这是一条命 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 请问一下 中平市市委的各级领导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你们监管到位了吗 你们监管到位了吗 好 那么咱们别的先放开不说 就这件事情 我想先听一下 大家有什么看法 这一条命令 苏市长 如果大家都不肯表态的话 这个会议可以散会了 齐昌书记 这个情况 我们市委市政府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想在这一切的问题上 事实上 齐昌书记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 对此 我们市委的态度是 不回避问题 不掩盖矛盾 坚决地解决问题 我说完了 刚才 市长和市委书记 都对这件事情表了态 咱们这个考核小组 在中平市还有一周的时间 我相信 中平市的市委领导班 能带领大家 迅速地整改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在一周内 我们能拿到一个 让上级主管部门 让老百姓 都满意的一个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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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组 有点多的 喂 赵哥 怎么了 树然 出大事了 怎么了 网上都已经传开了 目前鸿生地产的楼盘纷纷停工 实控人叶鸿生又不知所踪 后续如何交房 又如何将此事件妥善处理 市委市政府 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叶鸿生 作为鸿生集团实际的掌控人 在面对企业困难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积极地自救 反而选择了消极地逃避 这样的态度 我们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叶鸿生 无论他逃到美国而逃到欧洲 哪怕是逃到任何一个 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 我们市委市政府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叶鸿生带回国内 带到中平市老百姓的面前 现在呢 市里面已经派出了金融工作组 进驻了鸿生集团 对鸿生集团的 资金资产和经营状况 进行摸底 以确保 集团已经开工的工程 尽早复工 交房 老百姓花了一辈子的积蓄 买了鸿生的房子 而鸿生集团也是依靠 国家的政策 和老百姓的支持 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如今成长为了集团 成长为了龙头企业 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单位以任何的形式 肆意地绑架政府 收割群众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 我苏莫婷第一个不答应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 由市委政法委统筹 各区县政法委牵头 在每个区县 宗志中心已经成立了 本次事件的 处置型的小组 为鸿生的受害者 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 尽最大的努力 将其衍生的问题 所带来的影响 降到最小 你们看这新闻上 说是鸿生集团出事了 对啊 我们家也买了这个房子 我也买了 我家亲戚也买了 怎么办 夏天 夏威 你们聊什么呢 小统姐 你们家是不是买了 鸿生集团的房子 是啊 怎么了 你快看 新闻上说叶鸿生跑了 小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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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小统姐 小统姐 不得了 小统姐 不得了 很快 不得了 小统姐 小统姐 您说句话呀 叶鸿生什么话都没说 留下这么一个大烂摊子 人就消失了 那叶春雨 又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后生 这些股东有些担心 也是正常的呀 是的 是的 您给句话呗 说句话呗 人心不过啊 既然都来了 你们人都想怎么 讲讲看 是这样啊 你先生 目前集团手上的资质 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与其看着他贬值 还不如把大家的份额拿出来 变现 叶赵总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你们 要把鸿生的这份家业 就拱手让给外人 不是 不是 您想说我们大家都是商人哪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话 商人逐利没有错的 但是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是 当年 这个鸿生 创业起家的时候 你们叶家人 大家一起搞了十万块钱 帮助了他 可是 这么多年来 鸿生有亏待过你们吗 哪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自己任何少拿钱 他有没有亏过你们一分钱 现在鸿生已经做得 家大业大了 他倒了吗 没有嘛 是吧 他只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 那你们所有的叶家人 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和春雨 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呢 好了 你们既然已经想好的这样做 那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 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 我和春雨也会适时地想办法 帮助你们把手里的股权 我们等着地对过来 帮助你们及时值得 这种可以吧 李先生 您说的到时候那个价格是 我是说事实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吗 你们也都知道 我手里还有些其他的资产 对线这点承诺呢 我还是做得到的 好吧 那就多先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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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